大家好,昨天就有花友私信 为什么总是养不好菊子花的叶片 不是叶片出现发黄 这是无光泽 虽然它长得浓烈 但是无光泽摸起来的质感就不好 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其实像我这盆菊子花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个叶片也是生长得不好 虽然它长得浓烈 但是光泽度也不够 经过改变养护环境方法之后 看下生长的叶片的光泽度非常好 叶片没有光泽度主要的原因就是光照 当我们养殖的菊子花 光照不能太强 但是也不能没有光照 光照太强容易把这些叶片灼伤 如果没有光照的话 容易产生涂长 甚至这些叶片的光合作用弱了 形成的叶利素少 那么叶片就容易出现发黄 而且无光泽的现象 在这个生长旺盛期主要就是给它充足的散色光 还有通风的环境 就可以促使叶片增光增绿 那么除了给它充足的散色光之外 我们也要给它充足的养分 才能使它的新叶称称茂 不然养分不充足 这些叶片是很难生长 甚至长得比较瘦小 那么像这种菊子花没有开花 正处于营养生长阶段 我们就可以给它补充一些养分 首先就是从盆土给它埋上几粒有机肥 那么给它埋上有机肥的话 就是使用这种机份 不含有益菌群非常多 它是一种生物有机肥 既可以给它吸收大量的养分 而且又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 先在这个盆土边缘 给它挖一条沟5公分左右 再把这个机份均匀的撒入浴圈 那么平时我们给它喷水物的话 就可以给它增加一点这种渊源度之后 就可以增加叶片的光合作用 使它增光增绿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